破冰 皇上 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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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不行了 哼 莫星 站下去看看 皇上 我在 我在你 宁川 快看我们的孩子 给他取个名字吧 请教 吴佑好了 吴佑 好名字 夫君你好情愿 记住我斩下吴佑 只怕这次 你我就要去那 比鲁黄泉了吗 去去生死 又何可去 我拒的是那九四阴 曹明你的陪伴 吴佑 如今你一天改命 剩下的十次 也只能靠不如我自己了 我拒的是 我拒绝了 我拒绝了 你 不 我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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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娘 人送进去有多久了 回皇后娘娘 大概 半个时辰了 看来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本宫也总算是完成了皇上交代的任务 一 二 三 女的脸 让我过来 救命 让我过来 让我过来 张三 李四 让我过来 让我过来 我放过你了 这已经是第六个了 看来官换嫁的千金小姐 胆子都太小了 下次 不如换几个粗鲁的民间女子试试 本宫乏了 你们几个守好别院大门 别让闲杂人等进入 免得又想破了担子 是 公子 您看 不用管 我倒想看看 他能给本公子带来什么样的人 是 明明就没有行过拜堂离 非要揭什么洪盖头 真是托词一绝 我也觉得 初夏吹过的一阵风 忽而间吹了星空 洒落心中的梦 定格在清晨的街口 穿过了银河的尽头 看过了这水满笼 在我脑海中 在我脑海中 刻画出了你的笑容 不对啊 我很不理解 但我大为震撼 怎么了 到底是哪个 没脑子的胡说八道造谣 说吴忧公子是个丑八怪 可是在我看来 你明明是个大美人啊 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 都说美人在谷不在皮 别说你现在就挡住了半遍脸 就算你把脸全都挡住 也逃不过我 翘楚楚的火眼金金 那这样啊 你 你 你 果然还是害怕了 你居然还会变色 也太酷了吧 你能不能变成其他颜色 比如说黄色 绿色 蓝色什么的 你看到我这个样子 你不害怕的吗 为什么要害怕 俗话说得好啊 人有好人和坏人 腰分好腰和恶腰 而你是人 你拥有两种血脉 那根据龙生龙 凤生凤的老规矩呢 除了长相 你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 你是不是知道我是谁 全花圣格上下 不是都知道吗 关于你母亲明珠大公主 和父亲妖皇大人的浪漫爱情故事 书记里传的到处都是 不是 买两本 还送一本 公子 弄疼我了 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 我看你能撞到什么时候 你别过来 你干什么 张三李四 干活 你真的以为快 好嘞 大人 大人 你继续 没快点 没快点 公子 属下什么都没有看到 滚出去 是 快走 公子 你放开我 我不是来给你动房的 果然如此 说 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我死都不会说的 嘴还挺硬是吧 别管我不客气了 可我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嘴 你 你怎么了 好热 你很热吗 我的体温比常人要低一点 你靠着也许能舒服一些吗 为什么这个女人身上 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 好舒服 你这样有好一点吗 睡着了 好 这家伙装作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原来就是个定交美男 就知道岳老爷爷的消息不靠谱 érique Next 岳老爷爷 你回来了 岳老爷爷 我跟你说 我今天碰到了一堆特别奇葩的 您说话呀 别喝了 您说 是不是太白金星又欺负您了 你胡说八道 我会怕那老家伙吗 他不过是玉帝手下跑腿的小官 怎比得上我这个 掌管天下医院的大仙呢 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月老啊 那又是谁惹你生气了 还不是为了丽无忧那小子 丽无忧 丽无忧是未来的妖界之王 不过现在还没有印证啊 先前呢 我欠老妖王一个人情 答应给他儿子促成一桩美满的姻缘 但是呢丽无忧不仅是个半妖 就连半点情根也没有啊 你让我怎么搞啊 这有什么可发愁的呀 没有情根 给他种上不就好了 种不以为是种树啊 你种得下去他未必长大 长大未必开花 开花未必结果呀 楚楚啊 那里无忧天生冷心冷月冷吹沙 脾气暴躁起来想他吗 你还认识他吗 你这个以后再说 总之 你想让他动情 就好比逼他去死还难呢 这么夸张吗 可怜我掏心掏肺 才两千岁就脱了 这个胡子也快要抱不住了 谁又能帮我这个忙 我立马录用他为月老店 正式小猴娘 月老爷爷 月老爷爷 你先喝 你先喝 您看 你觉得我怎么了 怎么就不行了 月老爷爷 我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楚楚啊 算了吧 这礼物又就像个定时炸弹 随时会爆发 我怎么忍心让我这可爱的小楚楚 去冒这个险呢 不行呢 月老爷爷 就让我去吧 好了我怕了你了 好 那我就让你去 不过你要答应我两个条件 什么条件 第一 不可动情 第二 不能使用宪法 否则一切作废 你还要马上返回天庭 不然 我答应你 我马上就去准备一下 等我啊 等完成任务回去 我就能成为正式的小红娘了 哎呀 好累啊 嗯 嗯 嗯 须知古怪体温异于常人 他很有可能是魔君派来的奸细 你不要怕 就是我给你揉揉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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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你去将那野妖妖的衣服穿戴好了 公子 你难道已经 你的问题有点多了 属下之错 怎么天亮了 六合幽人呢 你们是 楚楚姑娘 在下荣月营 这两位是我们公子的贴身侍卫 张三 李四 你 恭喜楚楚姑娘 成为我们无忧公子的 侧夫人 侧夫人 我不是侍妾吗 嗯 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是 叫着好听 哦 了解 就像 癞蛤蟆 还有个学名 叫 蝉蝠 就是 好听一点 但是癞蛤蟆 还是癞蛤蟆 干什么呢 笑 东西拿上来 这些都是我们公子赏赐的 楚楚姑娘的 哇 哪这儿还有礼物可以收啊 这些东西 看起来好值钱哦 来这儿一趟 果然不亏 不过就是个 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丫头 公子为何要如此看重她 哎 对了月营姐姐 我可不可以 向你打听一下 关于无忧公子的事情 楚楚姑娘 月营只是一个下人 什么都不知道 楚楚姑娘要问的话 自己去问公子吧 告辞 问着问 我瞧楚楚怕过谁啊 哎 你们家公子现在人在哪儿啊 公子 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 楚楚姑娘说有重要的事情 要和公子说 人已经在门外了 人已经在门外了 让她进来吧 公子 你身体怎么样了 昨天晚上 有什么事吗 不然 先喝点茶再说 有事就快说 别怪弯抹抹角的 嗯 就是 嗯 是不是 有些难言之隐啊 难言之隐 什么意思 就 就是 那方面 你 虽然咱们昨天晚上才刚刚认识 但勉强 也算是朋友了吧 有问题的话 就说出来 大家一起想办法 你凭什么认为 我有难言之隐啊 哦 就是昨天晚上在婚房的时候啊 你突然一下就变了个人 所以我才 你 你干嘛啊 上 走 公子 奴婢 什么人 没有看 喂 是 撤 快走 没想到 怎么公子这么厉害 就是说 你们两个 在公子背后叫舌根 不想混了吗 撤 是 公子 你要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证明我自己 怎 怎 怎么证明 巧处处 稳住 千万别认怂 这个人 不过就是纸老虎而已 他连情根都没有 不能把你怎么样的 停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你行了吧 我这都没开始呢 怎么就要结束了 小女子永远不是泰山 我有公子武功高强 身物活活天下第一 都都都都是误会 好 老爷爷 楚楚差点被你坑死了 既然她身体没问题 那后面的事情就容易多了 接下来 眼睛怎么有点痒啊 我方才是不是太过分了 这女人虽然疯疯癫癫的 她毕竟还是个小姑娘 公子 你能不能啊 楚楚的眼睛近东西了 你帮我吹吹呗 好了吗 好了 谢谢公子 好了去滚 来人 公子有何吩咐 马上找人查一查 乔叔叔的身份背景 越仔细越好 是 手下离开去吧 说 潜兵抹群大尹 探子来报 说李吴游的身边 躲了一个女影 他们两个一起捡了管心 很密切 我们正在查这个女影的身份 我看见这个影不一般 大尹 我汇报完了呀 听 牛逼 成祸 还有地 等荤卓 下落的 说下文呢 还没有查了顶婚准的下落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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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直唱 书 下明辈 呼 呼 让 明知道本君毛病 还非比我 开 开 干死的李吴游 又 又输 脾气这么丑 我赶紧讨不到老婆 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 你难道不是她老婆吗 谁 谁在说话 你就是那个 和吴游表哥共度一夜 既没风也没晕的那个 竹竹姑娘 在下花圣国二皇子 李吴明 哦 不知道 顾了管闻 本皇子可是连续三年 蝉联世界花美男冠军 今最佳出院男友第一名 妥妥的高 富 帅 你这个什么榜单啊 含金量怎么这么低啊 我看 你明明没有礼物优说啊 什么 你居然已经进过 吴游表哥的真容 全花胜过 进我她真容的人 不超过十个 看来你这个小丫头 这就不简单啊 不应该啊 我明明看过还给她 怎么会吵到狗屎了 难道买的是盗版 你先生 什么心 今日我命犯死侧神 不宜出门 死侧神 祝祝姑娘 咱们改日再见 这丽无忧身边的人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这都什么人哪 这 经过这些天的观察 丽无忧除了脾气臭 嘴巴毒之外 没有别的毛病 而且有那张脸加持 在互联市场 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接下来只要搞清楚 丽无忧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就行了 可她和那个月影姑娘 都一副很拽的样子 直接去问 肯定行不通 对啊 怎么没有啊 我明明记得走的时候 从月老殿顺出来了呀 在这儿呢 公子 属下查过了 那日皇后娘娘 在民间发布告书 为您选妾 只有乔楚楚一人应征 所以被直接录取了 这个人在花名册上 只有一个名字 其他父母兄弟姐妹 全部查无此人 应该是假冒的 果然不出我所谅 会不会是皇后那边 应该不会 慕华年虽然视我为妖孽 但只要我不做出 危害皇室的事情 她巴不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我的存在 所以这个乔楚楚 它真的和莫军有关 妖皇之子既认为妖王 是妖界传统 莫军即便为大妖 也不敢如此公然造反吧 你不敢说 名枪易朵 案件难防 她这个二把手 早就做得不耐烦了 她只要一有时间 肯定想方设法 把我置于死地 公子 愿迎誓死护卫 妖皇大人 这我先回答 果然混血长得就是好看 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姑娘 俏楚楚 你生一个专业的红鸟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任务 对象放话吃呢 太不专业了 还是做任务要紧 干什么 公子 你 你怎么醒了 你口水都掉地上了 你当本公子是死人吗 不好意思 可能是刚才看的太专注了 要怪就怪公子你太羞涩可参了 这是何物 红绳啊 我知道这是红绳 我问这根红绳是做什么的 这个嘛 公子你有所不知啊 在我们老家有这么一个习俗 戴上了红绳之后 不仅可以帮你辟邪消灾 他还可以保证你以后姻缘顺遂 那既然如此 你为何要陈介生无人的时候 偷偷潜入我的福利 当然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啦 怎么样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就是跟普通的红线 没有丝毫要理 难道 他说的都是实话 公子啊 初初初来亲手帮你系上 初初来亲手帮你系上 有了这个以后呢 你可能以后都不会再犯病了 而且说不准马上就可以找到一个 义重人成亲 从此以后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义重人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别啊 成亲很好的 例如 开心的时候 他可以陪你一起开心 那不开心的时候呢 他就会安慰你 鼓励你 不管贫穷富贵还是健康疾病 他都会不离不弃陪在你身边的 有这么多好处呢 我保证 本公子头疼啊 你像上次那样给我安安 好嘞 这样舒服吗 嗯 还不错吧 只要心一线发光 就说明力无忧动了情 到时候我就能完成任务了 真好 我这心一线去哪儿了 这玩意儿老是不准 我要让太少老君羞羞才行 去哪儿 じゃあ 你 我就ür为 都是 腾 就是 мен 见鬼了 我刚才居然看见公子在笑 表哥 今天我好像命犯太白金星 现在满脑子都是金色的星星 你小时候每天都会得罪一路神仙 怎么你还没习惯吗 表哥 你好无情 好残忍 好微却呢 亏我从八岁起 每个月都偷偷跑来看你 屁股都快被母妃给打开花了 你确定你是来看我的 敢不不说我才是真君子 来 月影 你带二殿下吃点点神药 是 公子 好 好 那就有道月影姑娘了 二殿下这边请 好 好 月影姑娘 你喜欢看戏吗 不喜欢 那叔叔呢 我听说天象楼来了个超厉害的 说叔先生 不喜欢 我知道你对表兄忠心耿耿 不过能不能 能不能也稍微考虑一下自己 比如 归宿问题 多谢二皇子好意 但奴婢此生 只为伺候公子 为公子而死 就是奴婢最好的归宿 这是什么话 二殿下这是何意啊 为什么要为别人而活 二殿下这是何意啊 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啊 二殿下 没事吧 颖颖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呢 你害得我好长 楚楚姑娘 这不是 二殿下吗 颖颖姑娘 我们又见面了 二殿下 您这是 颖颖子姨阿姨 今年最流行的熊猫眼妆 是不是很特别啊 确实是有点特别 对 楚楚姑娘 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差点把正事都忘了 我今天来找你 是想问一下 你知不知道 无忧公子喜欢吃什么呀 要想测出丽无忧的心意 必须先投其所好 看看他到底喜欢 什么样类型的女孩 更容易动心 首先 最受欢迎的 温柔咸生心 公子 奴家特意做了 您最爱吃的桂花糕 您尝尝合不合口味 怎么突然换人设了 怎么样 还不错吧 怎么没动静 怎么了 没 没 没什么 难道他不喜欢这一款 那实是第二种 豪爽开放性 公子 咱们江湖儿女 相见即是圆 楚楚今天就以茶代酒 敬您一杯 这性格切换果然自然流畅 毫无痕迹 楚楚女侠客气了 好说好说 不知公子今晚是否还需要 楚楚陪侍左右 当然 楚楚姑娘的按摩技艺高超 本公子求之不得 怎么还是不行呢 看来这根红线 另有玄机 看来只有出绝招了 再是最后一次 性感五昧行 公子 你怎么不吃了 你再陪楚楚 多吃一块 那你想我怎么陪您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的心跳这么快 感觉都要从胸口蹦出来了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 别担心落空 初夏吹过的一阵风 忽而间吹了心 不行了 这次你们必须 抱歉抱歉 我不让你们在 要不你们继续 我也活在 不必了 楚楚 今天你先回去吧 今天晚上过来给我按摩 我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喂 喂 别看了 人都走远了 哎呀 没想到初初姑娘的魅力 这么大 连你这座大冰山都能轻易搞定 哎 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 已经什么 哎 表哥 别装不懂啊 你在公外陆子光 帮我查查这根红线的来临 哎 没问题 还有啊 别八卦了 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 不行 我还没说什么事呢 你拒绝得也太快了吧 楚楚姑娘 月盈姐姐 楚楚姑娘 谢谢你 谢我 你过来了之后 公子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真的吗 可是我看她还是有冰冰的样子 我跟随公子多年 从未看见她如此开朗 有人情味的样子呢 这都是楚楚姑娘你的功劳 那 那她以前都是什么样 哎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容家世代护妖皇安慰 已经守护了我这一代少千年 月盈不仅仅是我的丫鬟 她也是我的亲人 所以除非她同意 否则我不会把她交给任何人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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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啊 什么事啊 皇上 别院那边的事情已经办妥了 咱也算对她人之异尽 对得起公主的在天之灵了 知道了 其实 也挺为难人家女孩子的 咱要不要 再赏她些金银珠宝啊 皇后 看着办吧 皇上 臣妾还有一事 咱的二皇子明儿啊 也已经到了纳妃的年纪了 过几日就是您的寿臣 臣妾想着要不要 约丞相府家的千金 进宫来 我知道了 你看着办吧 是 是 原来是这样啊 怪不得丽无忧会有那么冷漠悲伤的眼神 原来她一直很孤单 既然月影姑娘对丽无忧这么关心 她俩不知道能不能 楚楚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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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看得出来公子很喜欢你 麻烦 你一定让她快乐起来好吗 哈 你说她喜欢我 我真的看得出来公子很喜欢你 麻烦 你一定让她快乐起来 难道令我又真的对我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我是说 凭我的按摩技术 不可能不舒服的 公子 我看你这两天气色都好多了 嗯 嗯 还可以吧 妖毒业已经很久没法走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与此有关 我上次送你的红绳去哪儿了 金人儿公子看见这根红绳 觉得样式很别致 所以带回她的府里想纺织一条 明日就送回来了 这样啊 那就好 要是把天界的东西弄丢了 回去估计要被月老爷骂死了 哎 公子啊 你觉得啊 月盈姐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就是好不好看 可不可爱 我没注意过 怎么了 看来双方都没意思 算了 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最近天天加班 腰酸背痛 我腿臭筋的 走路都没有力气 公子你干什么 你不是说你累吗 所以我想 帮你到床上休息一下 我这明明就是在求奖励啊 你听不出来吗 还真是直男脑袋 什么都要明着说 那我 明日派一点人 送点东西到你府里 金银珠宝什么的就不必了 皇后娘娘昨天又派人送了一大堆过来 我那都快放不下了 再说了 我们天天在这别院里关着 有钱也花不出去啊 那你的意思是 你想出门 不是我 是我们 公子啊 你天天待在别院里面 你不闷吗 外面的世界很有意思的 你就当陪楚楚出去玩了 好不好 公子 你看外面多热闹 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 嗯 你开心就好 公子累了吧 我们休息一会儿 喝口茶再逛 嗯 也行 小二 来壶上等的好茶 我们公子渴了 好嘞 你看他 大白天都戴个面具 搞什么非主流 他肯定是想故意引人注意 搞特殊国关注 可不是嘛 这丑人多作怪 见怪不怪了 喂 你们几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公子 可是天下第一帅哥 戴面具 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花痴女 不要惦记他的盛世美颜 大家快来看呐 你少吹牛了 玄华盛国的高副帅 本小姐了如指掌 就一天最有这号人物 是啊 就看看这脸上戴个面具 变得钻得不香啊 土土呀 土 公子 好帅啊 好帅啊 公子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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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奴将 好帅啊 好帅啊 这又可以 我这里有一份盛情表 对我们公子有益的 都可以来填一下啊 每个人都要把身高 年龄 体重 填写清楚了 我们这个可是成仙征婚 乔叔叔 你等会儿 我马上马上就好啊 记住了啊 大家每一项表格 都要填写清楚啊 我们这个必须 你干嘛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们记得填表 我会回来收的 干什么啊 好帅啊 公子 你弄疼我了 你生气了 我刚刚没有经过你的云雪 就私自摘下了你的面具 但是我也是想让你 多认识一些姑娘啊 那要说不定 你就可以早日找到 你的真命天使 乔叔叔 你就这么喜欢 把我退给其他女人是吗 当然啊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早日当上 好险 差点自爆了 你就从来没有想过 那个女人是你吗 我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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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街上任何一个未婚女子都 她的心中的梦 定格在清晨的街口 穿过了银河的镜头 看过了这水马楼 在我脑海中 李无尤 李无尤 你不会真的 没错 我就是喜欢上你了 谁让你进来招惹我的 我 我不是 从小到大 我都是一个人生活 早就习惯关闭新房和所有人保释距离 直到遇到你 所以乔叔主 你必须对我负责 可是 可是我 这明明是动情的争兆 原来我早就对李无尤 完了完了 玉老爷爷 我该怎么办呢 你们是谁 想干什么 都够摸几个井兔 还打住吗 敲戳戳 不自量力 本仙女正不爽想找人出气呢 你们算是撞枪口声了 不能使用仙法 否则一切作废 给吧 上 不自量力 本公子正想找人出气呢 李无尤 李无尤 怎么了 没事 这么快就心有灵犀了 原谅爷爷 主动彻底完蛋了 还拿着干什么 你把全货给我上 哪 李无尤 立威央 快走 快跑 快走 公子 公子 没事吧 没事 务必查清那伙人的来历 是 走 公子 你怎么样 没事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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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一点了吗 热 好热 看来这次她的情况很严重 我还是去找月盈姐姐吧 别走 妹妹太危险了 祖祖 她就成这个样子了 还担心我的安慰 这个小妖怪怎么又跑出来了 你胡说 我才不是小妖怪 你爹是大妖怪 弄出你这么个小妖怪 你们父子俩呀 合伙弄死了明珠公主 你青特录 你们人 瓜子 我申请死 将军 天哪 我申请死 你 Electric 颜佳看管 看好他 是啊 是 我不是妖怪 我真的不是妖怪 不是妖怪 李我悠 你醒醒 李我悠 你醒醒 楚楚 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我答应你 我再也不会离开你了 我再也不把你退给其他女人了 你说真的吗 公子 你这个伤真的没事吗 轻点 要不要再给你找个大夫 给你仔细检查检查 不用了 还有我受伤的事 千万不要让宫里的人知道 朕已经知道了 我通跑一声 怎么就擅自出门呢 我通跑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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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这别院又不是牢房 我们又不是犯人 凭什么不能自由出入啊 你 放肆 你竟敢和朕这样说话 早知如此 当初朕就应该 就应该怎么样 把我掐死在强宝之中是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怎么做 也来得及 皇上 你就别生气 既然人家不领情 咱呀就当养了个白眼狼 与他一刀两断 让他自生自灭算 娘娘这话说的不对 陛下怎么说也是公子的亲舅舅 是打断了骨头 还连着筋的至亲骨肉 怎么能说断就断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一个下贱的士气而已 居然敢如此对 楚楚是我的女人 我看你们谁敢动她 皇上 你看她 臣妾好歹是一公之主 还是他们的长辈 居然敢这么对臣妾 真的是反了 公子 算了吧 别把事情闹得太大 到时候不好收场 好 了解 只要一个眼神公子就能看懂 这种默契实在是太爽了 好 想不到 你这么看待朕的 好 从今往后 你爱去哪去哪 你爱到什么地方 就去到什么地方 朕 不管了 皇上 皇上 你等等臣妾啊 公子 其实我觉得陛下 是关心你的 可能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也说不定 不 对她来说 我 我就是杀害母亲的凶手 也是 如果没有我的话 或许母亲现在活着 不是这样的 明珠公主哪怕牺牲自己 也要把你生下来 证明她看待你的生命 比看待她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还有你的父亲 妖黄大人 虽然她现在已经原神俱灭了 可是她恨不得 事事都为你准备妥当 无忧 千万不要辜负他们对你的期望 你说得对 毕竟我也是 孙非爱而生了 况且我现在有了你 老天爷对我不报了 对了 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很喜欢 能再叫我一次吗 不要 那你答应我 以后不能叫我公子了 那叫什么 叫相公 你 李无忧 你捉弄我 大爷 大爷 哎呀 哎 哎 高工谢大爷 可谢大爷 大鱼 我先先就回不来 见不到你了 大鱼 蠢 不过 李无尤被富有幽灵的发障所赏 可以证明顶婚主不在他的身上 属下还查到一个写的消息 或许对大鱼有用 讲 这些夜 李无名带着远楼殿的行业县 四处打探他的来路 我感觉这是祈求啊 于 于月楼 对呀 明处啊 难道朕真的做错了吗 陛下 楚楚姑娘求见 让她进来 陛下 乔楚楚斗胆请您去向你的外甥道歉 你放肆 小小的侍妾不知天高地厚 竟敢在真的面前撒野 来人 陛下 就算是死罪 楚楚也要说 您凭什么把您失去亲人的痛处 强架到您的外甥身上 他是无辜的 朕怎么会不知道啊 可是这孩子长得和她父亲是一模一样啊 朕看到她 我就 是这一是 怀念您妹妹最好的方式 就是善待她的孩子 不是吗 你确定这个东西是来自月老店的 我确定 这是月老店的新一线 用来测试 是否动情 居然是个小仙女 怪不得 表哥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乔楚楚她接近你分明是比有用心 难道你还要继续留她在你身边吗 是你格局小了 我格局小了 那我把格局打开 原来你们俩早就已经 无名我告诉你 我力无忧的妻子 非乔楚楚莫说 孤独的我感受到无情的冷落 我的心好痛 痛得我无法呼吸 无法入眠 哥 你演得很假你知道吗 这人羡慕就多恨啊 你说什么时候月影姑娘也能像你 公子 属下把那个领头的夜叉教训了一顿之后 故意放她走并一路追踪 发现她果然进入了魔君的领地 为避免打草惊蛇 我没有继续追下去 看来魔君已经知道楚楚的存在了 肯定会对她下毒手的 公子 不如属下直接礼明过去 打她个措手不及 不行 你们女孩子去太危险了 要去应该是我们男人去打的头仗 奥尔殿下 这是在质疑月影的能力吗 不不不不 月影姑娘 自家是绝 绝对没有那个意思啊 好了好了 如今敌案无名 直接伸入虎穴肯定不是办法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 什么事啊 魔君一直暗中监视了这么多年 肯定知道我不会使用法力 为何迟迟不动手杀我 现在反而对楚楚下毒手 这是我一直想不通的事情 莫非公子身上有什么 他们十分忌惮的东西吗 父亲留给我的除了暗危 没有别的东西了 如果真的有的话 可能在陛下那儿 那这简单啊 直接去问父皇不就得了 我知道了 这段跑去传话的活儿 肯定是我去了 我跟你们说 不用去了 说草草到 草草又到了 又怎么了 父皇已经来了 无忧 其实朕从未讨厌过你 只是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失败的自己 幸好楚楚点醒了我 朕今日来 是特意向你道歉的 其实啊 朕 并非是讨厌你 而是 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身为一国之军 竟然 保护不了我自己的妹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越陷越深 朕 朕知道 你这无忧的名字 是你母亲连终事所起的 她就是希望你 能够一生平安喜乐 快乐无忧 朕 没有照顾好你啊 她 愧对你母亲所托呀 这颗顶魂珠 是你父亲要交给你的 你收好她 关键时刻 可救你的命 有时间的话 就带那个丫头进宫来 陪朕吃顿饭 明是说楚楚啊 这个丫头 胆子可是不小啊 竟然为了你 连朕都敢骂 不过 她倒是有几分 你母亲当年的倔劲啊 我丫头 我丫头 可以的 母亲 我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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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丫头 你怎么回来了 你和陛下谈得怎么样 嗯 很顺利 楚楚 谢谢你 没有啦 你们要是能解开心结 就最好了 对了 送你的 这是什么东西啊 别打开 以后再打开 那你要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弄丢她 听到了吗 李无忧 嗯 我其实想跟你说件事 其实我 其实你是小红娘 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 小哥哥 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儿 你爹娘呢 送给你吃 很甜的 滚开 别害我 干嘛那么凶啊 你这个样子 会让爱你的人难过的 没有人爱我 也没人在乎 怎么会呢 就算现在没有 以后也会有的 别担心 我将来一定帮你找到 真正爱你 懂你的人 你是谁 我是 楚楚 快回来了 哎呀 我要走了 小哥哥再见 别到处乱跑啊 你这个小糊涂虫 身份暴露了 你都不知道 完蛋了 我本来是下凡来 执行任务的 但是现在却自己 跟你在一起了 我担心月老爷爷 又是知道了 乔叔叔你听好了 不管你是仙是妖 是人是鬼 你这辈子都是我 李无忧的最爱 无论是谁 都不能阻止我跟你在一起 你是不是在骗我 你说呢 为什么不继续啊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楚楚 无力无忧药赵高三姐 正是娶你为妻 明儿 母后 找儿臣有事 你呀 是不是 又想偷偷跑到别院去 没有啊 儿臣是去 御书房找父皇 这乔楚楚啊 不知道跟你父皇 灌了什么迷魂汤 最近对那妖怪 真的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简直跟坏了个人一样 母后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 呸 谁跟他一家人啊 一个半人半妖的怪物 你可要离他远点 这妖怪 天生带诅 老正才害得你皇兄早早夭夭折了 嗯 宁儿 为娘只是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这万一 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 啊 明儿 本宫还约了丁千金过来赏花呢 该云再说吧 这小子 难道有欣赏人了 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不行 我一定要想办法 惩治一下那个不懂畏惧的小野丫头 干吗呢 困了就回去睡觉呀 嗯 可是人家想多陪陪你吗 嗯 那我陪你一块儿睡 妈 可是你不是说要等到正是成亲之后子 你想什么呢 我说的是正常睡觉 想哪儿去了 不过呢 如果你等不及的话 我 我们 不不不 不着急 我一点也不着急 不不然 不然我们都别睡了 我们来聊天吧 你想不想听 神仙们的去神 嗯 可以啊 那你的故事保陈吗 那肯定啊 南天门周看的狗仔大仙 跟我关系最好 上至灵霄宝殿的玉皇大帝 下至玉马尖必马温 他们所有的八卦 我都了如指掌 那你给我说一个你觉得最好玩的事 嗯 他们都说 岳老爷爷和太白金星的关系 一点也不好 他们都以为呢 是他们的八字相宠 其实啊 其实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喜欢白花仙子 但是白花仙子喜欢的竟然是卯日行军 是不是很好笑 嗯 挺好笑的 那我再给你讲一个 呃 呃 我觉得今天 不太适合听这么多笑话 容易睡不着觉 改天吧 有道理 哎 那你教我写字吧 嗯 干什么呢 我说你们两个 大白天的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这里还有一个可怜的伤心人呢 吴明 你知道有一句话叫 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吗 我知道 可是他的心像石头做的 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你们在说什么呀 简单点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叔叔 叔叔 不 婊嫂 能帮我个忙吗 婊嫂 求你帮帮小弟 可以啊 什么 你不是月老殿的小姑娘吗 嗯 可不可以麻烦你 帮我把我 和月影姑娘的红线 给牵起来 原来二皇子殿下 喜欢月影姑娘啊 放心 包在我身上 我乔楚楚帮人做媒 那可是最厉害的 一会儿 我假装成 盗贼偷袭你 你 趁机冲进去英雄救美 记住 动作要快 我说 我说 你这招能行吗 想让一个女人爱上你最好的方法 就是这样 可可可 可是你不是 放心 我有经验 你再等着抱着美人龟吧 二殿下 二殿下 楚楚姑娘 我 你 你们怎么在这儿 薛音姐姐 那个 不是 你先救救 二殿下 本来我的计划呢 应该是天衣无缝的 要我怪就怪二殿下 你实在是太倒霉了 那不都成了美女救英雄了吗 救美不成反被救 可待英雄 主姑生 没事 没事啊 咱这次不行 下回再找别的办法呗 难道我此生注定孤独中老吗 老天爷 你何其残忍啊 你哭得很假 你知道 别哭了 我认真问你 如果月影一直不答应你的话 你会听从皇后的安排 迎娶高门贵女吗 当然不会 那如果皇后娘娘一直都不同意呢 我的礼物明发誓 此身非荣月影不娶 畜生 你在胡说什么 儿臣相取荣月影为妻 和我母后撑去 混账 我看你是被鬼迷了心窍了 堂堂花圣国嫡皇子 天下名门千金任你挑选 你偏偏要选一个来路不明 身份下贱的女人 母后 儿臣已经决定了 她追到再说吧 这婚姻大事 你一个人说了也不算啊 皇上 免了 也得要问一问 人家姑娘的意思 不用问了 我答应 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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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子和楚楚姑娘安排的 你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二皇子吗 我 我也不知道 那 你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机会呢 我和她之间的地位千差万别 而且 皇家子弟本来就是薄情的 谁又能保证 她是不是只是图一时心心而已呢 什么身份尊备啊 月影 你就如同我亲妹妹一样 配她立无名绰绰有约 至于是不是真心的 我们试一试就知道了 承蒙殿下真心相待 月影 必不相符 这 这反转来得太突然 我不是在做梦吧 不是在做梦 这是真的 不行 本宫不同意 除非本宫死了 否则绝不同意这门气势 皇上 你倒是说句话呀 好了好了好了 看来我们皇家 要办喜事了 表哥你听我说 有话快说 别带我去找初初 母后我昨晚又哭又闹又上吊 一直吵到三更半夜 她非要我取消婚事 那是你的母后吧 自己想办法 你 对付她你比我有办法 你别看母后平时 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连我父皇都不放在眼里 其实这个心里呀 最初你 公子不好了 初初初被皇后娘娘的人带走了 表哥 娘娘 初初姑娘带到 让她进来 皇后娘娘 您找我呀 好大的胆子 见了本宫 居然不下跪行李 参见皇后娘娘 乔叔处 本宫自问待你不保 你为何处处与我作对 皇后娘娘 您这是哪里的话 我对于皇后娘娘 您的敬仰之情 那是如同长江之水 滔滔不绝 又如同黄河之水泛滥 川流放 少在这东拉西扯的 历无忧的事 本宫可以不过问 可是吴明 是本宫唯一的希望 本宫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她 皇后娘娘 二殿下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那是天大的好事 怎么能算是毁了她呢 俗话说得好啊 应差十座庙 都不毁装婚 在姻缘簿上签了字 三生石上刻了名字的情侣 那可都是百年才能修成的缘分 皇后娘娘 您这就是为何如此执着呢 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姑娘 难怪力无忧都被你迷得团团转 可惜本宫不吃这一套 来人 给我撕乱她这张嘴 是 有话好说 别动手啊 别动手啊 后不打招呼就把朱朱招去 肯定没什么好事 叔 你死无忧是怎么喝起火来 用妖术陷了皇上的 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干活 皇后娘娘 这是我剑棺材 要累 杀 叔叔 你一定不能有事 等我 我要 啊 皇后娘娘娘 不要只是 叔叔 dirig 琉扬 我跟你说 刚刚皇后娘娘 输死了我的嘴 这好可怕的 你这好像也不需要帮忙吧 需要的需要的 幸亏你即时赶到 反了反了 你们当本宫是死人吗 全还在这里绣恩爱 师妹 师妹何在 把这两个以下犯上的人 都给我抓起来 是 是 是 住手 皇上 你们都退下 是 是 皇上 皇后 你看看你的样子 身为皇后如此行事 实在是太没有分寸了 皇上 臣妾替你管理后宫 何罪之有啊 我花生一向仁爱之国 你不问青红皂白的 把人抓回来动用私刑 这就是你替朕管理的后宫吗 母后 这次确实是您做错了 那表哥表嫂都咱一家人 何必弄得这么难看呢 我又除处 你们没事吧 回陛下 民女并未受伤 传阵旨意 让皇后禁足一个月 让她在后宫 好好地自我反省 好好地自我反省 李无药 求处处 去死 去死 皇上向着你们 我儿子也向着你们 你是谁啊 我来帮 帮你的 帮 帮我 帮 帮你对付李 李无药 这是母后送你的礼物 皇后娘娘 那个老妖婆 什么时候这么好笑 还送我礼物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娘娘她不是很讨厌我吗 我也不清楚 可能她想通了吧 觉得上次那样 对你太过分了 所以送你礼物 表示歉意 收下吧 那二殿下替我谢过皇后娘娘吧 这些都什么东西啊 怎么那么七八糟的 李无药 你回来了啦 今天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没有啊 见到你就开心 怪不得撞了这么多呢 原来是心宽体胖啊 喂 你是不是找打啊 你干嘛啊 你仰得太夸张了吧 刘威勇 你怎么了 是不是药毒又发作了 不对 这次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 来 我扶你去躺一会儿 我去找月盈姐姐他们 好 月盈姐姐 你快跟我去看看李无忧吧 好 走 来 月盈姐姐你快来看 李无忧她有点 这 这 不对劲 这 我 我就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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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那我还要想了 也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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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想想 李无忧 我给你找了一身和珅的衣服 你赶紧换上吧 李无忧 你小时候怎么长得这么可爱啊 你圆圆的 软软的 像个小团子一样 可是就是怎么看着我点眼熟呢 楚楚 你喜欢就好 这顺标 果然是标哥没错啊 怎么 你有意见 没 没有 老婆 去完我 好了 公子就算变小了也是公子 不是也能惹他 还有 咱里没成型呢 不许这么交 不好了 不好了 外面到底怎么了 魔镜带人杀进来了 耳灯给我挑战 娇蠢礼物与我可敲蠢穿 要你们不撕 放狠话 环姐 我来 喂 我说你这糟老头是在说反话吧 现在 立马从我二皇子的眼前滚 不然我打得你妈都不认识 你马谁走了 兔子 我很帅嘞 你怎么这么没评论 你不叫夜叉吗 你不会不知道夜叉是什么意思吧 有时间买几本书看看吧 文盲 各位观众 到了武打的环节 因为我还没有来 由我来说一下故事的发展 把宗友和夜叉 大弹五百个卫合 最终宗友和夜叉 也就是我 铁刀在地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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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你们给我报啊 你们 你们等着 大爷 大爷 他们太嚣张了 给他们点颜色开 上 你们 你们遭养了 你们红尔黑眼主 也不知道月影姐姐他们 到底顶不顶得住啊 魔君敢直见上门来 肯定是修正了魔工 光凭月影他们几个 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那怎么办 现在估计只有一个办法了 朱朱 我给你订婚朱呢 朱朱 朱朱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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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不要在外人面前 这样叫我 要是杀我 别 别动我老婆 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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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你中了我们大爷的 杀咒 不可能一点事没有啊 果然是你们俩搞得鬼 你们那个杀咒 应该是什么三无产品吧 对我一点用都没有 不 不 不可能 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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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顶婚朱 强行家咒 不 也不用给啊 大爷 是不是 我反应错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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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 喂 你们在那儿 叽叽我来说什么呢 还打不打 那就跟他打 没了 哦 有 有 大义 看来打不惯她了 再不痛吧 走 别追了 相公 相公 你太厉害了 咔咔两下就把他们全都打跑了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你相公是谁 公子 公子 相公 相公 你怎么了 相公 相公 你醒醒 相公 预言姐姐 李无悠她怎么样了 公子的气息很弱 圆神散乱 怕是不行了 不 不可能 李无悠她不是绊妖吗 她和普通凡人不一样的 她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对不对 预言姐姐对不对 灵魂珠是上古神气 又被之前的妖王注入了毕生的妖力 威力无比 处处 公子身上的禁术未尽 强行使用 会遭到犯事 你性命不保 不 不可能 李无悠 你醒一醒 李无悠 你醒一醒 你不是说要娶我为妻的吗 你现在这样你怎么娶我为妻呀 你醒一醒好不好 你醒一醒 朱朱姑娘 这一切都怪我 是我做得不好 我没有胡姑祖周全 都怪我朱朱姑娘 不怪你 直到至此 除了大陆金星 没人能知得了他 大陆金星 对 对啊 月老盈月不也是射线吗 还有泰白金星 他们一定可以救回李无悠的 你们在这里照顾好李无悠 等我回来 月老爷爷 你快给我下凡一趟吧 跪下 当初老夫让你下凡 干什么去了你忘了 月老爷爷 楚楚知道我辜负了你的期望 可李无悠她现在很危险 我求求你救救她吧 当初你们见面的时候 我还以为你会给她牵线 没想到 月老爷爷 楚楚决定了 将来要做最厉害的小红鸟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帮小哥哥走爱人呀 原来李无悠 原来李无悠 就是当初的那个小男孩 楚楚 我问你 你真的想救李无悠 我只想救李无悠 我知道我 你要知道我 还要做最厉害的 我就是 女人的女人 楚楚 无力无力要照刀三姐 正式娶你为妻 即使这样 你不仅当不了小红娘 而且还要被消掉仙节 只能做一个凡间的普通女子 你还愿意吗 没有离无忧 当神仙又有什么意思 楚楚愿意的 你也愿哪 你也愿哪 罢了 楚楚 老夫再问你一次 你可想清楚了 潜尘往事称医院消散在彼此眼前 囚禁说过了再见 你没有一些暗议 楚楚 定魂珠的灵力 须先提转化 才可去除 力无忧体内妖毒 并解开法术禁忌 楚楚 希望你的付出 是值得的 疼小子 将来你要敢对不起楚楚 小心老夫 不饶你 刘悠 你醒了 你真的醒了 月老爷终于靠谱了一次 楚楚 你为我做这么大的牺牲值得吗 你都知道了 丽无忧 其实你不用有心理负担的 这些都是我自愿的 不然 你最多就给我 当牛做马 每天疼我 爱我 银钱上交 家世全包 借队所有纪念日 好 我答应你 不用再给你时间考虑青春 当然不用 考虑时间的 楚楚 我立无忧发誓 我生是乔楚楚的人 死是乔楚楚的鬼 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你的 同事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我们赶紧拜堂成亲吧 那我 找吴明 选一个良辰吉日 然后我们就立刻拜堂 还选什么良辰吉日啊 择日不如状日 我们今天就拜堂吧 我现在就去告诉月盈姐姐她们 怎么你 这么快的吗 新郎新娘拜天帝 一拜天帝 二拜高堂 一拜天帝 夫妻对拜 一拜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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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成 好了好了 天色不早了 赶紧入洞房吧 对不起啊 因为时间太藏足了 没能给你举办隆重的婚礼 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而且我们现在 应该已经算是正式的夫妻了 我也算是完成了当年 对你的承诺 什么意思啊 我以后 一定会帮你找一个真正爱你 懂你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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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娘娘 好丑啊 丑 你也太不平平了 人家可是难办女床 一点儿平平没有 大爷 一切却在朝暮中 秋仙神 大爷 这他正在许旧 赶快是吧 上他的神 是被你吓晕的吧 你拿着 别了 太丑 太丑 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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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为什么 我 太丑了 你太扎树下了血了 我赶了你这么多年 连你也瞎起我 我走呀 你太扎树下了血了 我赶了你这么多年 真是没想到啊 本座的附身术居然成功了 大爷 不就是变成个女人吗 看你那个德行 高兴成这样 哎呀 蠢货 本座高兴 是因为变成女人吗 你那是为啥 因为 不结巴的感觉 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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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 表哥 你终于醒了 快跟我分享一下 成家立业的经验体会 公子 难道您已经 什么 怎么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老夫人你瞧我干吗呀 我不是在做梦 我不是在做梦 容家陷队在上 并应不如使命 还挺早的 你们在吵什么呢 楚楚 不 夫人 公子身上的法术禁忌已经解了 他现在是名副其实的 万要之王了 恭喜表哥 我来吧 相公 我们这才刚成亲 你就要去参加妖界大会 你们这妖界的婚假也太短了吧 要不 我不去了 算了算了 这是你刚刚被妖界承认 扬名利万的大好机会 我怎么能拖火腿 放心 我答应你 我办门事 一定尽快赶回来 好 我警告你啊 你照顾好你彪子啊 要是少了一根手指头 我可饶不了你啊 表哥 你就放心吧 你老婆交给我 我老婆交给你 到时候我们两个 拿过来 快点 公子 颖颖在前面等你啊 老 老婆等等 我还没说完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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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别儿去 管 这儿这儿也离远点 大爷 先费 可是抓住他们的后解会啊 只要抓住乔楚楚 任他力不无妖力再强 也只能束手就擒 跟你们说 都打起精神来啊 一只苍蝇都不许放进去 是 二皇子 母后 你怎么来了 见过皇后娘 本宫是打算来给你送夜宵的 可是刚才有个黑眼 笑的一下就划过去了 什么 在哪儿 就在那儿 那什么 不好 是夜叉 大家跟我冲 追 站住 快 一个人睡觉好无聊 好想李无忧 还是李无忧的味道好闻 谁 是本宫 皇后娘娘 你 楚楚啊 方才明儿他们发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闯入 担心你有危险 本宫特意过来看看 你到底是谁 皇后娘娘绝不可能对我这么和气 说 好聪明的小姑娘 不愧是月老殿的人 算了 你是我 公子 今天真为您感到高兴 到了妖王殿 就可以继任新任妖王 重塑家族荣光 妖王大人在九泉之下 也终于可以安息了 那也是多亏了楚楚啊 是 楚楚姑娘这次帮了大忙 糟了 楚楚出事了 我留给她的呼吸灵符消散了 好 楚楚 来得还挺快啊 大典没结束就往回赶了吧 摩军 正是本座 恭喜妖皇大人正式继位 劝你千万别对我轻举妄动啊 否则伤得可是皇后娘娘 你想怎么样 楚楚人在哪儿 只要你乖乖交出定魂珠 并自费妖力 本座定还你一个 全虚全伪的小美人 表归你别信他 这一定是阴谋 无明 可以 但前提是 我得先见到楚楚 好 爽快 只要你老实点 李无佑打赢了我们的条件 我就可以帮你走了 好 什么条件 当然是 这个 你不需要知道 我看 根本就是摩军 没有告诉你吧 说不定 他早就想换个手下 想要换一个更顿利的助手呢 捏火栓 不会吧 他是不是经常骂你 甚至打你啊 他 这个世界上 怎么所有因都看不起我呢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就是一页谁了 好好好 停停停停停 我到底做错了 停 你没有必要这样啊 其实你看久了 其实你看久了 长得也还挺别致的 挺别致的 这妹是需要时间 帮我来 那什么 蛇躯 你 要我不要傻你 你说不可以划破你的脸呀 我要脉脉的折磨你 划破你的脸 让你变成臭八怪 让你变成臭八怪 我看看李无佑还用不用你 你变成冲发鬼子 等等 夜叉夜叉 我是魔君 听到请回答 听到请回答 不好意思啊 大概是我的法律失灵了 公子 不好了 夫人他 楚楚怎么了 夜叉为了司吞定魂珠 把夫人给杀了 什么 怎么可能 你可别乱来啊 这具身体可是当今的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就算是王母娘娘 我也得把你杀了帮楚楚报仇 母后 母后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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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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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你冷静一点 公子冷静一点 公子冷静 公子 公子你冷静一点 让开 走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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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娘子 其实你可以再晚一点出来的 我的情绪刚刚演一道崩溃啊 不好意思 是我没看好点 不然我们再来一次 月盈姐姐来救我的时候 也没说好什么时候出场啊 你们 耍我 对啊 我们就是在一起耍你啊 怎么样 刚才那场生理死别的戏 是不是很精彩 这次我可是 认了大功啊 得了吧 你刚刚演得太过分了 差点坏大事了 老婆 你好歹给我点面子 我绝大 你下次能不能 听说下八话 稍微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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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居然还会变身 干净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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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眷 你别搞这些歪门邪道 有本事我们堂堂正正比一场 看看谁才是真正的卖角之魔 偷响 讽刺啊 呃 烈无瑶 你千万别干傻事 我不疼 我没事的 魔君 你成功触不到了我的底线 呃 呃 呃 果然只有这魔君的生化外事 看来此事 没那么简单 相哥 我好想你啊 没事吧 我也好想你 你才是真的没事吧 你不会到时候又吐血什么的吧 呃 你对你相公这么没有信心吗 哎呀 表嫂你就放心吧 表哥他现在已经是 彻底的腰黄了 三界之奶 能奈何他的人 没几个 可是俗话说得好啊 人怕出名猪怕壮 那今天只是来一个魔君 那明天又来一个什么赤君 魅君什么的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我还想早点生一个小团子出来玩吧 放心吧 小团子他娘 小团子他爹早就要排好了 皇后 来 皇上 皇后啊 你被魔君夺舍 多亏无庸和楚楚相交 你才安然地脱身了 皇上 皇上 多怪臣妾鬼迷心窍 才让坏人有机可撑 无忧跟楚楚呢 臣妾 要去跟他们道个歉才行 皇上 好 父皇 父皇 华 廊哥和楚楚不见了 只留下了这封信 皇上 信上写了什么 他们 走吧 相公 你现在怎么都不戴面具了呀 我腰毒都解封了 当然不用戴面具了 我就知道 不管什么样的病毒 都拿不倒我们 那当然 对了 我们就这么走了 不用像陛下他们辞行什么的吗 不用了 我已经写信给他们交代了 只要我们一有时间 肯定会回来看他们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儿 接下来呢 我们就做一个逍遥自在 不羡鸳鸯 不羡仙的神仙眷侣 好不好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这这这 你真的ahu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